中山女中 她也是中山女中 是我們主席的學姐 她準備這件中山女高的祝福 要討個議員送給我們的主席 得下中山女中栽培出台灣第一個女總統 對不對 中山女中栽培台灣第一個女總統 來伴侶鼓勵一下 我們政府的上面還有秀三 我們台灣的總統蔡英文 她的學號叫做 班級叫做民進黨 她的學號是2012 0520 大家知道那是什麼日子嗎 2012 0520是什麼日子 蔡英文就這做台灣總統的日子 你跟我們這位來館內好嗎 好 好 謝謝 我們的蔡英主席 要準備一尊 這尊是什麼 我說實在 這尊就是 她剛才說的 美少女的時代 光之美少女 她是代表什麼呢 光之美少女就是 代表正義的化身 她用她的實力 來打敗黑暗 打敗惡實力 就祈求一宴 用她的實力 來要打敗國民黨的羅蘇蕾 大家要說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先來 要來請今天國政說明會 英文 鼓勵一下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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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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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謝謝 謝謝大家 今天來我們的中山女高作會 中山女高以前叫做北二女 我在打擊的時候已經是叫做中山女高 這條路是長安東路 我要向大家報告 我從小學就在這裡上學 我上學的學校就叫做長安國小 就在這條路 不過上到四年級以後 又有一個新的學校出來 叫做吉林國小在吉林路那邊 所以我就被轉到吉林國小去上吉林國小 所以我是吉林國小第一屆畢業生 吉林國小 打到六年的時候 突然政府在宣佈說 我們要有九年義務教育 所以不用考初中了 所以我也很高興 我就不需要考初中 我準備要念國中 所以我國中 我就到了一個新的學校 叫做北安國中 在大直那裡 我要跟大家說 我也是北安國中第一屆畢業生 我還有一個很顯赫的學歷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就是 我是雙聯幼稚園的畢業生 大家如果是這裡的家庭 都知道我們這裡附近有個雙聯市場 在中山保路那裡 那就是我媽媽每一天去買菜的地方 我就在馬街醫院對面的雙聯幼稚園上 幼稚園 所以我也是有一個雙聯幼稚園傑出校友的證明書 羅牧師給你直接 我要向羅牧師報告 那個雙聯幼稚園是長老教會 所以我從小就受到長老教會的教導 所以我從幼稚園到小學到國中 都差不多是這個地方在受教育 到了高中以後 我就回到了中山女高來上課 我記得那一年的夏天 我要從國中畢業 我媽媽特別帶我去孕女中 去看一下那個校色 因為我姐姐是念英語中 所以我媽媽就說 不然我們來看看 我媽媽帶我去英語中那裡 只一只穿綠色制服的 你以後也要穿這個喔 不過我們北安國中是新的學校 第一屆畢業生 比較沒有經驗 所以我差兩分沒有考上英語中 我們就來念中山女高 我媽媽那個時候覺得很難過 覺得她的女兒沒有上英語中 覺得心裡很難過 整個夏天都不太出門去看朋友 所以後來我跟我媽媽說 沒關係 我在中山女高的生活 非常的快樂 還好沒有上英語中 因為壓力會比較大 真的 小朋友在成長的過程中 如果競爭太大 真的壓力很大 所以如果我那個時候 以最後的幾分 或者是最後一分上英語中的話 我的日子會過得很難過 但是我差兩分沒有上英語中 我念中山女高 我覺得很自在 雖然說我在中山女高 剛開始的心境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覺得我在公山女高 過的生活很自在 壓力也比較小 也就是因為這樣 我才可以很幸運的 進入到台大法律系 現在大家說 台大法律系是第一志願最好的 我要向大家報告 那時候台大法律系 是全台分數最低的那個系 但是我是第一志願進入台大法律系 所以我的成長的過程都在這個地方 我的受教育的過程都在這個地方 今天我們的語言非常非常的用心 來我們中山女高 辦這個國政說明會 但剛才我禮拜我們今天看到滿滿都是人 我就不可以說 你這些人是哪裡找來的 他說他也不知道 他說他也不知道 你今天穿得很辣 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真的是資深的辣妹 被大家這樣一弄我忘掉我剛才在講什麼 人是我們哪裡來的 我想今天來的 一定是我們這兩個選區 中山區跟松山區 我們的市民 有沒有人來的 還有永和來的 為什麼要從永和來的 還有從天母來的 還有從天母來的 還有山坑來的 還有香港來的 還有香港來的 香港來的 真的是從很多不同的地方來的 我要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我們雖然來自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心願 就是來給檢疫院加油 是不是 也順便給蔡英文加油 也順便給蔡英文加油 他說他跟了我15場了 但是這15場他今天穿得最辣 真的我可以證明 謝謝 謝謝 而且他今天看起來最年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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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易繳獲 今天的國政說明會 會有一點失常 快樂就好 我剛才知道 為什麼要說那麼多 我的教育的過程 我就是要跟大家報告 就是 除了雙年幼稚園以外 我從小到大都念公立學校 這個公立學校 都是一般的小孩上的學校 除了這個學校 在那個時候 被感覺是 比較有一些明星學校的味道 我剛才也說 唸中山女高 跟唸英女中 有什麼不一樣 我如果說 我那個時候如果上英女中 我或許考不上台大 我的生活也會壓力很大 但是我在中山女高很自在 有了我自己的自我 所以我可以考上台大 這個意思就是 我希望我們的下一代 在成長 在受教育的過程中 不要壓力那麼大 不要常常被考試 有自我的空間 可以有多元的學習 有更深的生活體驗 這樣 他在人格的養成的過程 在成長的過程 會更快樂更完整 所以這是我最大的心願 就是為什麼我剛才講了一大堆 其實就是要講我的教育政策 這個教育政策 我們有看報紙或電視 這幾天 我們有把民進黨十年政綱 裡面的教育政策 可以外面說明 最重要的一項 就是十二年國教的政策 這十二年國教政策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項目 就是 我們要減輕學生的考試壓力 我要跟大家說 當我要深入國中 不用考初中的那一剎那 我是很高興的 從此 我就有很多的時間 去學習別的事情 看別的書 還去感受一下我周遭的環境 雖然說我的國中是一般的國中 但是也很多人說 這個國中現在是不錯的國中 但是我念的時候 它是新的國中 是一般的國中 可是我也很快樂地在那裡上學 雖然我的成績也不是特別好 但是我也可以考上中山女高 所以我們也希望 我們將來的十二年國教 從國中到高中 可以複製我當年從小學到國中的經驗 讓我們的國中生少一層的考試 讓我們的國中生有更多的時間 在他成長的過程中 尤其是在十四五歲的這個階段 讓他們可以更能夠體驗他周遭的環境 更能夠有更好的生活體會 所以他能夠成長在一個多元的環境裡面 這個是我們希望給下一個世代 有一個健康壓力降低 但是是多元學習的一個教育環境 我也希望大家給我們支持這樣好不好 我也要再跟大家報告的是 現在我們覺得很多的公立學校 尤其是公立大學 品質比較好 而且他的學費比較低 而這個公立大學的這些學生的家庭 的爸爸媽媽 很可能也是當年的公立大學的學生 所以我們的教育體系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 開始是台大的爸爸媽媽 養出了台大的小孩 然後台大的小孩再養出台大的孫子 可是在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不論你從哪裡來 你都有上台大的機會 所以我們的社會出現了一個現象 除了我們的貧富差距 在家大當中 我們的教育造成了一個 漸漸有一種階級 隱然要出現的情況 就是台大的爸爸媽媽 養出了台大的兒子女兒 再養出了台大的孫子 然後我們就發現這個社會 開始了有一些階級不流轉的情形 這不是一個現代的社會 是一個台灣人最珍惜的價值 台灣人最珍惜的價值 就是一個公平的機會 給我們在台灣長大的小孩 尤其是教育的機會 所以我們整個教育 十年正綱 最重要的就是要給學生 一個公平教育的機會 讓他不會因為 他出生在一個比較貧窮的家庭 而沒有機會受到這個國家 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照樣 這就是我們的十年正綱 我們的教育政策 最重要的重點 這個也是我們對下一個世代 最重要的一個責任 要給他們一個公平的完整的受教育的機會 這樣好不好 好 很多人說 我們為什麼不能讓明星學校繼續存在 教育的信念應該是什麼樣的信念 我們的教育的信念 絕對不會是用考試去篩選出人才 然後把人才放在集中的一個地方去教育 然後創造出來一個明星的學校 我們的教育體系 應該有一個企圖心 應該有一個野心 就是說 我們不論是什麼樣的小孩 我們都願意接受他們 願意來給他們教育 我們把他教育成卓越的人才 所以 我們的教育政策就是要 交出卓越 而不是挑出卓越 大家說是用錢 我們要把每一個小孩 他的潛能能夠發揮出來 讓每個小孩都有公平受教育的機會 當他受完教育以後 他將會是單著下回來的最卓越的份子 這是一個教育體系裡面 應該有的企圖心 也是教育體系裡面 應該有的決心 尤其我們的教育體系 將會交出最卓越的學生 我們的教育體系 會讓我們卓越的學生 將來領導這個社會 往前走 這個是我們大家 能夠一起來做 也一起創造給我們 下一個世代的教育機會 跟環境 也盼望大家能夠支持 我們的十年政綱 這樣好不好 有沒有 檢疫院我真的要講一下 然後